这个时候带什么风向 AIT今天讲了 11月初期 所有的外籍旅客入境 必须出示两剂疫苗的接种证明 昨天我们也特别播放了白宫的发言人 报道陈时中的说法 因为有人开始讲说 哎哟 惨了 你看你如果是足高端 你就不能去美国 关键朋友 看清楚事实 白宫发言人告诉大家 是他是针对过去 在2020川普时代 因为面对整个疫情到爆发 他针对有33个国家禁令 采取禁令 你的理由我是不欢迎你来的 那个时候有些疫情上的考量 那里头有中国 有印度 有巴西 甚至包括像是有欧盟等等 这些国家 他现在呢 美国天空现在要开放 11月初之后呢 这些本来要禁止的国家呢 你打两剂 我可以让你进来 不好意思 台湾是一个安全自由的国家 我们从来不是在美国的禁止之列 所以现在有人开始 特别提到什么高端 可是AAT这个部分 的确今天是新的消息 来这样的发展 雷丁医师怎么看 我其实看了一下这件事情 我大概有几个点 第一个事情 也回过头来 我其实我觉得这些事情要谈的 就是美国正在要开启一个 面对后疫情时代 你的国家的边境政策 要重新做调整 很简单来讲就是这个事情 所以刚刚其实小慧 我非常认同小慧讲一个话 江启臣主席 已经还在那边三加十一 人家都学到三角函数 你还在问我 为什么等边三角形势长这样 已经到哪里去了 你还在讲这一题 现在如果我觉得 国内的相关的政治人物 如果你有新一点 你要开始来跟我们政府 面对事情是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进入 后疫情时代 国家的边境政策 要开始改变 那像台湾 我们是靠边境守得很好 守到现在 所以我们下一题 还是问回来说 我们的所谓两剂疫苗的完全接种率到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可以可以开始做一些所谓的松绑 或者是政策的改变 美国现在就是在进行他们的所谓后疫情时代的整个政策改变 那他今天所说的 他说我看了一下他们那说法 就是只有BNT跟莫德纳打完这两剂的人才可以进美国 简单来说啦 谁会没有办法进美国 没有打到BNT跟莫德纳的中国人 是真的还不能进美国 因为好可怜 中国人就是没有这两支疫苗可以打 但是为什么美国会讨论这件事情 就像刚刚小军姐讲的 我回去看了一下路透社的报导 他的说法是因为刚刚 当初川普政府针对三十三个国家的人民 因为他国内的疫情不稳定 国内的疫情不透明 所以他那时候认为说 这个国家的人 他不让他入境 这个禁令 我们其实在国内没有注意到 他一直延续延续到现在 为什么我们没有注意到 因为台湾不在那三十三个里面 我们要去美国就去啊 是不是记得到现在 我们国内还是有不少人是从美国回来 他在去美国打疫苗 就后来从美国又感染回来的 所以台湾一直不在这三十三个国家 我们从来都不会受到这个禁令的影响 那他在宣布就是说 好这三十三个国家 我不能一直禁止你进来 因为毕竟说实在 民主党他们比较过去都会被人家攻击 说你民主党就是一个比较人权的政党 那你用一个国家的身份 不让人家进来不合理 所以他十一月份会重新调整的 就是过去不让你们进来的 这三十三个国家的人民 如果你在你的国家 或者去其他国家 你已经打完了两剂 当然以昨天路透社白宫发言人说法 当时说法是说 如果你打完了完整接种完两剂的莫德纳或BNT 那美国会允许你入境 说法标准一点讲就是 那三十三个国家的人民 如果你两剂疫苗完成 那你可以入境 那接下来当然今天AIT又讲了 比较稍微多了一点资讯 AIT就说他们到十一月份之后 会有一些新的政策 那新的政策之中会开始出现 如果你是成年人要进美国 我会要求你有两 完成两剂疫苗的这个资料 至于这两剂疫苗 有没有要说这两剂疫苗 是透过哪几个厂牌的认证 或者是你要有所谓的 我们讲的抗体的报告 其实以昨天的白宫发言人的说法来讲 他都说事情还没有那么清楚 我们要到十一月之后才会讲 所以也就是现在算起来的两个月之后 白宫那边会有一个新的政策 是进美国的时候 他其实会希望你进美国的人 都打完两剂疫苗 简单来讲是这样 至于这个到底是所有的 过去没有被限制的这一百五十个国家 也要这么做 还是只有那三十三个国家要这么做 以及他们所认可的那个疫苗 到底是什么样的条件 跟官方所发出来的资料 官方所发出来的证明要到什么条件 他们会认可 这个东西我想应该在接下来的一个月 各个国家的相关的这个所谓 像台湾的话就是指挥中心 各国家的外交人员 还有他们的卫生主管机关 会去跟美国讨论 你们要你们愿意接受到什么程度 因为像比方说 我前一段时间我到土耳其 土耳其他们进土耳其 台湾去他们有非常多 你只要符合其中一个理由就可以了 包含两剂疫苗打完 或你曾经感染过或你上飞机之前做过PCR 就每个国家有不同的入境政策 那美国这一次其实原先最初 就是针对那三十三个 一直不能进去的国家 他开了一个门 也就是他本来 大家以为他的说法 是我把门关起来 只开给打了疫苗的人 不是事实上是因为 他有一个门一直都关着 我在这个门这边开了一个门 让让那个打过疫苗的人进来 那至于其他的国家 未来的对于说所谓后疫情时代 进美国的时候你要有什么样子的疫苗 的这个接种状况 美国现在的资讯是他还没有办法 现在告诉你 他们正在讨论 那我只能这样说 全世界目前能够有接种的疫苗的种类 非常非常的多 比方说像英国 他们我自己是打AZ 英国是打AZ 那你说美国之后会说 打AZ的不能进来 只能莫德纳的进来 那你英国有多少人不能进美国 可能吗 对所以你用逻辑去想 就知道这个可能性 你要说只限制那两次疫苗的可能性不高 那但是接下来他会除了疫苗的认证 或者是甚至你要做哪些检查之后 我相信大家不用急 等着就好了 没错 包括WHO都已经是赞助高端 在第三季 比如说哥伦比亚这些国家 在进行这个试验第三季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某一种程度来讲 你说有什么样的国家的疫苗 可能会被排除 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的 但是我要连线给石板老师 那么请靖医师帮我们做分析 为什么呢 两个国家 因为今天BNT在校园开打 BNT过去我们说 以色列 因为BNT最主要是打BNT 它的覆盖率 第一季跟第二季都打到60%以上 可是突破性感染 却是非常严重 那另外BNT在新加坡也打得非常普遍 最主要是BNT跟莫德纳 新加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什么 突然之间 你如果从这个 我们看到从这几个 从9月10号开始一直到现在 所呈现的态势 你会觉得这个趋势 新加坡这个态势 是值得大家特别注意的 因为以目前来看 你看到如果 以现在9月7号 你看从300多 400多 500多 这两天 竟然已经连续 这四天已经有达到多少 109 1012了 然后昨天更是达到 1178 为什么 为什么新加坡 他从第一季 新加坡第一季已经达到了覆盖率84% 完整接种两季达到82% 如此高的一个覆盖率 但是确诊人数说真的非常非常可观 他只是一个570万人口的国家 新加坡这个趋势让我们值得警惕 他打了又是BNT跟莫德纳 那我们特别提到的是 我要连线给这个石板老师 另外一个BNT的国家 当然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的第一季跟第二季的覆盖率 相对说真的也蛮高的 都达到了六成以上 917万人口 人口一样不是非常非常的多 他们甚至都考虑要打第三季 甚至要考虑有第四季因应Delta 那以色列的部分 917万人口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到现在呢 以色列覆盖率这么高了 覆盖率这么高 每天还是有五千多 七千多八千多五千多 七千多的确诊 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多少啊 我们去一例吧 我们去一例吧 昨天是零 昨天是双加零 本土确诊是零 死亡也是零 我们最近要么不就是零 要么其实都是个位数 可是你看看这些人数这么少的 打的最主要是BNT的部分 他们的状况是什么 这也是让我觉得江启臣 你为什么不问重点呢 台湾的疫情可以守到现在 打疫苗固然非常重要 固然非常关键 可是真正的NPI的落实才是关键 我想请教石板老师 另外一个案例 新加坡的案例让我们值得警惕 那我请问一下 日本最近的防疫政策有特别做了什么了 我请石板老师帮我进行解读 日本一亿200多万人口里头 他的确诊日本来到多少 168万 小慧我知道台湾的确诊人数 一万六千多对不对 一万六千多 日本日本一亿 大约是我们的四倍人口左右 168万确诊 死亡人数多少 他的死亡人数可能比我们确诊来得多 他死亡人数一万七千两百八十四例 就是在日本 可是我说日本第一季66.7 他的两季的覆盖率也有达到54.5 但是这个趋势令我们觉得可喜的现象 他已经慢慢了 慢慢从一万六一万二 这个时间还在九月初 他的九月初等于三个礼拜的时间里头 他从上万的确诊人数 慢慢降到现在多少 一千七 两千二三千 这是一个令人可喜的现象 我请教石板老师 你所了解 日本的疫情有做什么样的改变吗 全国的人数确诊大幅下降 尤其在东京方面非常明显 那石板老师 你所了解是怎么回事 这个等于说 其实就是说 日本在疫情上来以后 就给做紧急事态宣言 紧急事态宣言 其实就是软封城 和台湾的三级的状况差不多 然后持续几个月之后 疫情就降下去 然后但是经济界就受不了了嘛 然后就打开 打开以后再升上来 日本到现在已经持续有五个来回了 那么现在呢 也就是说从奥运会之前 就把再次进入紧急状态宣言 现在呢 人数就是降下来了 但是降下来以后呢 现在又要打开了嘛 再打开了 当然说也有别的 一个是疫苗的普及率确实上来了 而且日本打疫苗是非常严谨的 从年龄大的一步一步往下排 包括日本天皇都是按照自己的年龄 到了以后才可以去打 这个是非常严谨的 所以说日本现在就是高龄者 全是已经打满了两剂 然后呢 在这疫苗确实是 土极是有一个效果 还有一个效果 有人说今年夏天是特别热 所以说大家出门的减少 的人比较多 所以降下来的 还有一个我觉得还最重要的 还是紧急制裁宣言 日本基本上国民是比较遵守规则的 如果政府不让你出去 大家尽量不出去 但是说现在日本的经济 这个特别很多商家已经承受不了了 但一旦打开以后 大家是想今年的冬天 会不会有第六波的疫情再次来 所以说这种日本已经 某种意义上已经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当然说这一次如果第六波来的时候 日本的基本上这个疫苗普及率 已经在一个60%70%的情况之下 去迎接第六波的话 大家希望能够改得好一点 但是某种意义上日本的这些 怎么说呢 日本这次降下来 其实我认为还是政府的紧急制裁宣言 起的效果 这种效果的话 已经一旦解开的话 可能再次升高 已经重复了第五次了 所以说也不是那么乐观的 是OK 戒慎恐惧当中 但是石方老师 最近台湾跟日本之间的互动 还蛮频繁的 蔡英文总统在昨天视讯 这个日本首相的候选人 高市早苗 当然一方面表达 希望赶快加入CPTPP 可是这时候赵商康认为说 蔡总统你怎么可以去押宝呢 这个新闻你怎么看呢 不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新闻 大家看高市早苗的后边有台湾的国旗 这个是其实在一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那么高市早苗呢 现在日本的自民党的总裁选举有四个人出来 其中三个是比较在争得非常激烈 高市早苗呢是得到了安倍前首相全面支持的一个 比较有利的一个候选人 当然说投票有国会议员票 还有这个一般的民众的党员投票 党员投票里有个叫河野太郎的 他的声势比较高 到底是谁能赢 这个还不好说 但是说呢 现在呢日本自民党 马上今年11月就要开始大选 所以这次自民党总裁选举之后 一定不管谁当选 一定组织成一个就是全党的内阁来迎接大选 所以说呢高市早苗不管当选 如果当选最好 他就是变成日本的首相 如果他不当选 也一定受到下一任内阁的重用 现在呢 他跟蔡总统在他选举之前见面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大家记得当年川普总统刚刚当选的时候 就和蔡总统通过一个电话 通过电话以后 这个电话是造成了台湾的外交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 但是后来想 川普总统后来他当任 虽然他这么挺台湾 实际上他任期四年 也并没有直接见到蔡总统 也没有再通话 就是说在就任之前 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那么蔡总统和高市早苗 通这种电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在其中 高市早苗提到个好几点 比如说在安全保障上面 国防上和日台的这个合作的问题 还有一个台湾参加GPTPP的日本全面支持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高市早苗即使如果当选最好 即使他不当选的话 他答应的事情也会变成下一任 日本的内阁的一个 就是说一个责任吧 一个成功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觉得台湾的外交是非常灵活的 特别是蔡总统能够抓住这个时机 和日本的就是说 一个主要的候选人 能够通话 这是就是说蔡总统的一个 非常灵活的外交一种体现 这个通过这样的体现的话 能使台湾的国际地位 所以日台关系都一个很大的提倡 是 谢谢石板老师 因为自民党总裁 这次选举在一周之后 马上要进行投开票 在九月二十九号 包括了高市早苗 在内总共有四个人 剿除这次总裁的宝座 非常谢谢石板老师 等下更多问题跟你请教 刚刚回到我们这几个国家 从日本的经验 我们好像学到了什么 但是从新加坡经验里头 也带给我们一些警惕 来这个林医师怎么看 指挥中间有一个资讯 我一直都非常喜欢 就是说我们在那时候 在洽购疫苗的时候 除了想尽办法买之外 尽量希望能够平衡的买 为什么叫平衡的买 因为这些疫苗都是新的 你没有办法知道哪一支疫苗 能不能应用后来的突变株 没有人知道 所以如果你只买某一个牌子 结果后来这个牌子 他没有办法应用突变株的时候 你的国内的群体免疫 就会整个垮掉 那你有不同家的疫苗 每一家各有所长 各有所短 到时候可以形成一个 比较好的防护网 所谓的BNT的突破性感染 其实以整个在看起来 现在全世界疫苗打的最多的 扣掉中国来说 打的最多的是AZ这一支 可是AZ这一支的突破性感染 其实我们听到的 没有特别的多 所以到底是不是AZ 他的突破性感染比较少 而BNT搞不好比较多 这个我在搜索的资料里面没有明显看到 可是真的以所谓找回来的资料 听到回报的BNT的突破性感染 事实上是很常见的 COVID-19这一支病毒 我相信到了明年 现在是二零二一年底 明年 你看美国我刚刚说十一月的新的政策 其实就是后疫情 明年之后每个国家接下来的动作就是 你把两剂疫苗打完 就这样了 你偶尔你可能会遇到 你会感染 你会有两三天流鼻水 但是你还是可以照常上班或休息个两天就恢复了 就会变成这样 这支病毒接下来 谢谢林医师的提醒 换句话说 不止美国的天空 选择在十一月份开始开放 全球天空可能随着疫苗的施打 跟你的疫情状况应该会陆续开放 老实讲对台湾来讲 何悉可何的是 我们在很多世界各国都认为我们是一个安全的国家 所以其实我们出国没有任何太多的一个限制 只是说在防疫当下 我们怎么样该打了疫苗 第一剂赶快覆盖率快快让它达到百分之六十 看起来就速度会越来越快了 非常谢谢林医师 我们接下来要让你看的是 恒大 台股今天真的表现 又看一片绿油油 到底在跌什么 昌星要往我们做分析 到底在跌什么呢 恒大的前坑 到底有多大呢 来看这个大现场 香港 欧洲 美国 日本 全球股市一片惨绿 爱红遍野的始作俑者 就是中国地产巨负恒大集团 中国恒大集团 毕临倒债危机 不但引发全球股市震荡 连带也让全球500大富豪的财富 一日之间大缩水 首当其冲的就是全球首富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受恒大冲击影响 个人净值降到1980亿美元 足足缩水72亿美元 相当于新台币2000亿元 排名第二的大富豪 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 同样受灾惨重 净值蒸发56亿美元 来到1942亿美元 堪称是全球500大富豪当中 损失最惨重的两大受灾户 只不过恒大财务风暴 所造成的冲击 恐怕不止于此 加大业大的恒大集团 经营出角不光局限房产 还骗及汽车 饮料等各大产业 甚至还成经营职业组组组队 却也因此自觉庞大的财务窟窿 还被棋地2020年底 现供应商的款项 逼近5000亿人民币 将近2.17兆台币 尽管创办人许佳印 不断强调会负责 但外界认为恒大财务危机 已是击中难犯 想解决恐怕困难重重 来恒大到底前坑有多大 好 直接来看恒大的前坑 基本上查得到他的财务报表 这边加起来是一兆 一兆人民币 但是还有一些什么 你建的一些房款 要给人家一些工地款 还有9000亿 所以是一兆9000亿 那为什么恒大有这么大的问题 那会不会对台湾有影响 我先告诉大家结论 对台湾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为什么 因为台湾是电子出口导向 那中国大陆是什么 内需导向 所以现在影响的是 中国的内需比较多 所以大家如果 因为大家现在飞 大陆比较少 到现在的房市 基本上已经萎缩30%左右 然后房地产的成交量 在北上广深 已经急缩40% 所以剩下六成 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在交易了 所以恒大基本上是怎么样 是中国现在目前怎么样 它必须要之二 为什么 因为过去的十几年 房市无限的成长 所以大家看到 恒大怎么样 一直扩大它的什么 营收 可是真正赚钱是变少 所以恒大它是一个 有问题的企业 为什么 因为它董事长就怎么样 一直卖房 然后一直扩大杠杆 可是他把钱放到自己的口袋 所以现在出现的问题 就在这里 那接下来我们会看到 中国的房地产 开始要做降温的同时 所有的房市 遇到一个重点就是怎么样 买屋的人没有办法交屋 所以其实比台湾还夸张 台湾我们有预售屋 预售屋你可能交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这个《华晓街日报》去访问到一个 所谓的赖小姐 她说2017年她在深圳 买了一个房子 大概十平的台米 就是大概四十平方米 花了多少钱 花了台币大概六百万左右 所以一平大概六十万左右 到目前它全款搅清 到目前为止恒大通知她说什么 不好意思 你的房子还没盖 你的产权没有 所以到最后怎么样 不晓得 问号 那如果说有新的人来接管 新的接管的房器会帮你盖 所以已经四年了什么都没 这太好 这真的就好了 四年百分之百搅完 对 不是四年搅完 一开始就搅完了 对 然后四年空等 到现在为止怎么样 第一个房价没有 那第二个是什么 你拿不到东西 所以目前其实我们看到 恒大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 它的资不抵债 所以说它的资产已经没搞 所以恒大是破产定了 先给大家一个特别的消息 大家等 金明两天到期的所谓的债券会不会复息 看来从香港出来的外电是会 会付内地债两亿 但是有没有用 没用 有什么 这黄本而已 他缺四十亿 还借两亿利息 还是一样 支付债 那缺的钱太多了 所以今天地产公司宣布说 这个如期支付这个 到期债券的票息 没好 是 如期负责 这个所谓利息 可是本金还是欠 所以基本上它会陆续的到期 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 所以恒大这边其实问题真的蛮多 那第二个为什么这次会被整治这么大 就是他们的债券 还有他们的理财产品 这本书许家印是这样 他到了公司 到了后期 已经房地产没有那么好 不好卖 结果他就把公司要的资产 包一包 卖给他的什么 员工 员工 类似去找这所谓的直销老鼠会 再去卖给外面的 所谓的一般的民众 然后用什么 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的利息 卖这些理财产品 那以前大家都觉得说 这个叫什么 中共会出来怎么样 刚性兑付 等一下 你欠多少 国家出来救对不对 这一次怎么样 要去兑付的时候 不好意思没有 恒大跟你说没钱 然后中共跟你说 对不起 这是恒大跟你的问题 自己要跟他买这个理财产 不救了 不救了 所以你看他的债券 你说以前会救 以前会救 以前中国 那为什么这一次不救 这次不救的原因就是怎么样 中国就是要让什么 房地产降温 因为他如果进去救 对不对 这些房地产又继续往上喷 所以他等于是怎么样 第一个要修理许家印 第二个就是 中国的房企 在这边已经到达巅峰了 他不可能再救 他救下去 大家就觉得 反正都没事 我们再借钱给房地产 然后继续炒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 这个所谓的债券 本来还息还本是要百分之百 到今天为止已经是要百分之二十 所以也就是说 你借给恒大一百块 现在设计市场卖掉 你只能拿回二十块 那最近大家在看 A股在跌什么 民生银行 农民银行 信行 光大银行 折商银行 工行 这一些通通都是恒大的 主要贷款银行 请问大家 这跟台湾的银行有没有关系 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所以大家不用自己下自己 所以台湾金融股 今天也没有跌太多 基本上今天财政务股 一片铃油有些绿生银行 大概就是信心不足 今天盘中好像跌了四五百点 今天盘中大跌多少 四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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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是信心不足的问题 所以说其实回到金融方面 基本上大家不用太担心 因为基本上这个大陆 他自己有他自己要解决的问题 不会蔓延到台湾 那台湾只要信心购 电子产品一样卖到美国去 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那最后我们再讲一个 为什么恒大人觉得很败 其实事实上这叫什么 如果你知道英文叫做什么 Avergain Health Industry 这个叫做恒大健康 结果在两年多前 为了要拿电动车补助 把它改成叫恒大汽车 所以本来做健康用品的做恒大汽车 然后市值就把它炒上去 炒到七十块 到现在为止剩下两块 所以也就是说 这就是怎么样 许家印他过度扩张 因为这样 这房子也算是何谈 所以快速的扩张 金融 车 通通都做 然后做越多 赔越多 你看过这样的公司吗 其实他非常扯 所以我们其实要告诉 这是没有政府吗 没有官员吗 没有政府官员吗 没有政府官员吗 没有北部 在这里的口袋 是这样子吗 是 都有官员 官员 官员把钱怎么办 我们都有拉吧 都是怎么样 盖章 然后大家分钱 大家官员一起分 那应该全面撤查 全面撤查 所以说为什么 现在要抓许家印 许家印最后的结果 有可能他很多人说 会不会回去救 不会 大家如果看最后的新闻 就是海航 海航这个公司到最后怎么样 直接怎么样 把这些所谓的 原始股东的股份 充公 所以说其实在中国投资 你真的要非常小心 其实他会 保护一般民众 你可能你该拿了拿 可是创始股东 对不起 你违反了这些规定 全部充公 所以我们看到海航 最亲的一个所谓的一个 讯息出来就是 他类似这样的一个 恒大事件 他会把那个公司 拆分很多部门 国家进去接管 他不是注资去救你 接管之后 该卖的卖 该分的分 然后怎么样 把原始股东的股份充公 然后可能创办人 就被抓起来 所以其实刚才小燕姐问说 许家印这样子觉得 没有办法 对 因为他用这样的方式 他把非常多的资产 人家出估了 他在海外的资产 大概有两千亿人民币 他就用移转的方式 为什么政府不逼他 吐出来解决问题 政府可能会逼他 但是问题是 这个我们就不知道 因为他不会来解决 他国内的问题 他国内就让这些 债权能要不到钱 所以现在就是 现在国内在 中国国内的这些小老百姓 最可怜 他就给他倒了 因为他不可能说 兵役出来乘以仅 因为他这个钱 都是海外的资产 对 所以这变成说 他现在目前就变成说 资产流到海外之后 流不回中国 所以接下来的重点是 如果大家看到 全世界美元开始 升持的时候 这个时候A股的相对的风险 就会高很多 我看到谢金博特别提到 有一千两百个烂尾楼 恒大集团 这个房地产的开发公司 然后牵涉的户数多少 好像是一百八十万 这个影响层面之大 然后政府摆烂 让资金一批一批的进到 这个个人的口袋里头 都可以不解决吗 是这样子吗 王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我们要看一下 整个宏观的趋势 就是说我们这一次 恒大的危机 或者整个中国房地产业的危机 是怎么造成的 因为恒大 它是一个中国房地产的一个 非常典型的代表 就是说它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它负债率特别高 但是是长期负债率很高 第二它的负债中间 短债的比例非常高 也就是不到一年的短债比例非常高 第三一个它的流动性资金 主要是靠买家消费者的预付款 来维持的 那实际上整个中国的房地产产业 这种云印模式像跟恒大类似的 可能有几百家 甚至几千家的房地产公司 那比较大规模的 可能也有好二三十家 那包括像富利 包括像绿城 我们大家都有提到的 那今年的特殊的情况 刚才有介绍的 就是今年第三季度 七八九三个月 因为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 限制银行给消费者贷款 所以使得消费者买房子的贷款 拿到批准借到钱的困难度 大大提高 所以使得这个中国的房地产的成交量 比一季度跌了30%以上 那所以造成了很多房地产公司 像恒大这样的 它收不到这个卖房卖不出去了 简单来说就这么回事 它卖房卖不出去 它就拿不到预售款 拿不到预售款 它的现金流就开始出现问题了 那么你如果的负债率越高 你的这个短期债务越高 你房子越卖不出去 那买家消费者也知道 哪些企业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他们就越不敢买他的房子 越不敢买他的房子 就造成这个恶性巡款 现金流就更严重了 那现在的总的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我看到一些数据 大概中国整个房地产市场 有关的债务有四万 四十兆 四十兆人民币 那其中大概 银行还有这个所谓理财产品 大概有十五兆人民币 另外还有十五兆人民币 是来自于买家消费者的预付款 然后还有十兆 大概是欠上下有企业的这个欠款 这个要accounts receivable accounts payable 这样的一种状况 那总体来说 现在是买方的预付款这个地方 被银行卡住了 银行不愿意进一步给一般买家借钱了 那银行之所以不愿意进一步借钱 是因为中国政府出的政策 要求银行减少对于房地产的 这个贷款的集中度 中国政府给了银行一个硬指标 说你今年上半年 房地产借贷款太多了 你下半年不能借了 因此这个一般老百姓就借不到钱了 因此大家就不买房子了 因此这些地产开发公司 就出现现金流的问题了 所以现在的关键 现金又进不来了 对不对 本来可能贷款可以贷八成 现在银行可能认为你只能贷六成 那我现金又进不来 我本来负债比例又这么高 那不就很惨吗 看起来没有办法翻身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这习近平要不要改变 他这个三个月以前 半年以前宣布的政策 要不要为了救恒大 为了救中国房地产的这些企业 突然之间又重新放水 那我自己个人觉得可能性很小 因为这个政策第一 他是最近这半年才推出来的 主要是针对所谓住房子 只能住不是能炒 他不鼓励大家交易房地产 第二他也不鼓励这个开发商 用降价来促销 他们甚至出了这种价格指标 就是说你不能涨价 但你也不能降价 我看到长沙那边有说 这房子顶多只能够打个12%13% 就是说你88折跟87折 可是你上有政策 我有对策 应该都转到on the table的黑市吧 对不对 我为了求现金呢 但是我变卖四折五折 我赶快跑赶快卖赶快抛售 不是但问题是政府是限价 它不允许你地产商打折打这么多 如果你这样打折的话 政府就不让你成交 所以这个为什么成交量现在大跌 其实要黑市交易也都很难 很难除非你完全不像银行借钱 除非你完全现金交易 这个是一个问题 那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 因为它这些地产发展商 欠了上下游的供应商这么多钱的话 它会造成很多这个供应商 不愿意继续借钱给这些地产开发商了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 像今天台湾的中钢跌了这么多 就是因为上游的钢铁企业 他们生产开始减少了 因为房地产开发商不造新的房子了 不敢买新的地了 因为它的房子卖不出去了 所以整个上下游的钢铁水泥玻璃 这些有关的建筑材料都受到了影响 所以中国像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 也减少了很多 所以铁矿石价格最近开始跌了 那么钢材价格也开始跌了 所以也影响到台湾的比方说中钢的股价 也跟着往下跌 那类似的问题就是说 恒大只是一个代表 如果恒大的这种情况 现在全面的铺开了 就像说今年 不是说类似这样负债百分之百 至少有二十五加不是吗 是啊就是这个问题 那全部都引爆那还得了 那就是因为如果把那二十五加 全部加在一起的话 他们大概总付再超过三兆人民币 那如果他全部爆的话 那就问题就更大了 所以我自己认为 我们现在不能太乐观 因为恒大可能只是整个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爆炸的一个起始点 而不是中置点 即使恒大短期内被中国政府救了 这个救不是说救他的股东 他股东 现有的股东可能都会变成零 但是有可能中国政府通过债务重组 就像他们救这个海航 就像他们救这个华融一样 中国国营企业进入这个公司 然后把债务重组 然后说这个你原来有恒大债券的人 你一百块钱 我现在还你五十块 那你觉得资金也不错 我也能还到五十块 但是确保那几百万的拥有恒 就是预付了恒大房子的消费者 不至于完全拿不到房子 这个是关键的 如果你真的几百万的消费者拿不到房子的话 那几百万的消费者都到街上去游行 这个中国政府是不敢承担的 那我请教王志胜 志胜 中国会不知道这个许家印 对外负债 对内大捞一笔 他会不知道吗 我觉得中国是知道 应该这样讲 中国是知道这几年来 刚刚前面所提到的房地产 超级高的杠杆上面的吸睛 跟造成的整个不健康的 整个市场的结构 可是刚刚讲许家印 他的操作 其实恒大的问题 这几年来一直有传 并不是现在此时此刻 可是许家印的操作是什么 就刚刚嘉俊兄所提到的 像恒大汽车 他其实从头到尾没有出现过一台车子 可是他上市的股价竟然可以 当时上市股价可以跟比亚迪 并驾齐驱 他最高的时候 他的市值是七千亿港币 今天我查一下大概两百多亿港币 可是你就觉得他就是买空卖空 可是这些东西 他就想办法把自己做到最大 大到就大家所俗称的 大到不能倒 这是许家印打的算盘 我够大你的北京政府 你非救我不可 可是习近平的打算盘 不是这样子 他的算盘变成是 今天他因为整个刚刚讲高杠杆 然后过热的情况之下 他从去年划出所谓三条红线 在压抑房地产 就包括刚刚讲的贷款的问题 中资的问题等等的情况之下 你让恒大基本上资金断油 断头的情况 缴不出利息 刚刚讲利息 他的利息平均下来 短期债务的利息一天是三亿新台币 一天 所以基本他讲不出来的情况 结果就是什么 他就回头看政府 可是政府今天就是 我就是要把你这些大型的 这种过热的房地产商 压缩压缩再压缩 我要让你的整个这些 第一股东要尝到教训 第二你效法恒大的这些 刚刚讲25家这些企业 包括福利等等 也要从中记取到 你不能再去做这样子过热的情况 第三他基本上想要采取的是一种 借此来对于这些所谓过去 透过高杠杆去拿取利益 或是放入自己口袋的这些富豪 来做一个惩戒的动作 所以很多人在怀疑到底旧还不旧 我的看法跟两位老师也是一样 基本上现在还不到旧的时间点 他还要再压缩 他可能会 就是说我到时候我有更大意见 许家一你要把钱拿出来 这是必然的 第二 再来我可能救这些债务人 我可能这些债务人可能用更便宜的 在价钱去买回来 然后公司压到最低的价格之后 用国有企业进去重组 其实华融就是这样的状况 海航欠占一千两百亿也是这样的 所以三千亿三千亿美金 一千两百亿美金也好 对中国来讲他是可以救的 可是他迟迟不动手 就是压到最低的情况 杀鸡儆猴 让其他的这些所谓自认可以大到不忍倒 这些所谓自认可以撼动北京政府的企业 不管你是电子产业 不管你是房地产业 不管你是网路的企业 我要告诉你我都有能力监管你 最后一个我觉得最倒霉的是谁 我觉得香港的房地产业 觉得最倒霉的是谁 我觉得香港的房地产业 这个谢金河也有提到 事实上香港的房地产业 其实习近平在此之前就已经提出情况 他其实就跟香港四大房地产商 李嘉诚他们就讲说 你这些香港房地产商要爱国守法 爱社会 爱国爱港 对 简单讲就是 你四大房地产商圈了这么多香港的土地 房价拿出来 大家共同富裕 那因为恒大的这个事情 其实香港的房地产商 其实又被在警 又被在告诫一次说 你们准备要把房地产稀释出来 那从这个过程当中 为什么你看第一波 骨牌倒的第一个是港股 然后才能全能遥远到全世界 因为知道香港的房地产 即将面临到史无前例 最严厉的挑战 所以你从恒大带动到港股 带动到香港的房地产 其实我觉得是习近平整个 在压制整个过热的房地产的过程 那这个过程 当然我觉得时间点 它的共同富裕 那11月初要开这个六中全会 我觉得时间点 它出头时间点 应该会在六中全会之前 来完成说 它共同富裕的一个社会的形象跟使命 我补充一下志森老师刚讲的 这个香港的房地产受到这个恒大事件的影响 这个这次的中秋节就过了一个难忘的中秋节 那个节要改成结束的节 浩劫的节 为什么 因为刚刚讲的四大房地产 不管是这个宏基 新宏基 恒基 还有这个常识 这些几个香港的五大房地厂商 总市值就蒸发了873兆港元 这对他们的这个香港股市来说 这个恒生指数是一个重挫 那之前就有消息传出来说 恒大跨越中国两百多个城市 为什么对香港的股市恒生股市 因为在前天 我们在中秋加紧的时候 它是暴跌一千多点 为什么会冲击这么大 当然就是还有一个 有一点政治的因素 之前他们就传出来说 香港的这个国安的这个公署的药员 之前受到香港的可以说 甚至说首副级 刚才前几名的那个这个大亨 请他到家里面来吃饭 他在家里面摆一个家宴 然后呢他就特别把家里面重要的 这个那个家族里面重要的成员 包括在集团里面的重要的这个干部 都在家宴里面就请出来一个一个亮相 给这个香港他们的国安公署的药员 一个一个介绍认识 然后特别跟香港的国安公署的 这个药员讲说 哎呀他们之前在反送中的这个行动当中 出现了一些言论 在舆论当中发酵 好像被这个北京当局认定 还有这个香港的这个政府认 港府认定说 哎你在同情这些反送中运动的学生啊 怎么样啊 甚至你在袖手旁观 坐闭上关 甚至有点台面下暗住 这些反送中的这个社会群众 还有这个学生 事实上的确当时的立场是呈现 他是满同情的那些学生的 可是这个时候呢 有点受到秋后算账的这个影响 所以这个时候他办了这个家宴 希望跟这个国安公署的药员解释说 其实不是啊 你不要被那个舆论所误会 我们并没有发表那种同情的这个言论 然后讲完了之后呢 国安公署的药员就跟他们说 放心上面不会去追究这些 只会希望说大家不要 要再有这个房地产的垄断的这个做法 那一场家宴结束之后 据说在同行的这个香港的首富级的 这几个房地产 他还说比较放心了 似乎不会遭到类似整数的那种命运 结果没有想到才没多久之后 就传出来这个 刚刚其实志胜老师有提到 你这个房地产不能再垄断 北京认为说 我不能再接受你这个香港的商界 尤其是房地产商界 你去影响中央的治港政策 所以你要把那个垄断的独享的这个房地 所以他们发起一个土地共享的这个行动 谢总长有讲到一千两百多东的这个烂尾楼 有的拿到取证 取证就像我们台湾拿到建造 拿到使用执照 然后可是还没有完全卖给消费者 他已经付了一些钱了 最后他用7.2折 然后用5.4折 甚至4.8折 已经5折在5折下面 已经达到5折了 低于破盘价 卖给你的这个消费者 然后看是不是可以取得 包括商家店铺 店面 车位 还有一些大楼 快速取得现金 对他想要快速取得现金 去偿还他的这个所积欠的 这么庞大的这个债务 但这个能不能奏效 不知道 因为他才刚宣布这样一个措施 所以中国大陆的监管机构 还有他的这个 包括他的这个主管机关 他也要看你这样能不能奏效 刚刚汪汪老师讲了 他寄出的是不准让你这种 说低于一定价格去变卖 但是这个就是用现金 他看首先有些人手上有现金 我让那么低的价格 如果你看好未来的房地产 我让你用现金买 他只要放为求生 把现金换回 也许他是一个无底洞 跳得更深 但是他可以解决他目前问题 他才不管消费者 所以现在他就是变成说 这个恐怕中国要做的是 你不要影响到你自己的债券 因为可能恒大事件 他如果处理的好 因为2014年中国的房地产 就已经开始出现泡沫 2017年出现债务的 这个债券的这样一个市场的危机 那如果你处理的好 他就是一个单一事件 顶多影响到其他几个 债性不良的这个房地产的 这个企业也跟着倒闭 但如果你处理不好债券 金融航空搞不好形成 另外一种中国版的雷曼风暴 你会导致他的整个金融 和债券市场都受到冲击 今天就有国际的财经界在预估 恒大的这个世界没有收尾的话 他影响的是中国整个经济成长率 掉了4.1% 来我先请教 4.1%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有一个是你认为 这个说法说他 因为中国怎么出招 不出招也是一招 他真的是某一种程度 要达到跟美国玉石俱焚吗 这个说法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可能吗 我先补充第一件 今年六中全会要召开 在历史上的六中全会 多数谈的 除了是今年不要特别 会谈到决议 但跟这个无关 都跟和谐社会 公平正义 这个主题是有关联的 所以说就要看 现在恒大的态度 如果恒大不愿意 这个拿出一点诚意 拿出现金 一起来处理这个问题 甚至是口袋里的私房钱 你就成为今年六中全会 祭祺的对象 这第一个 第二个是 会变成恒大这样的结果 我请问中共自己不用负责任吗 当然要 为什么 因为这几年高举要用内需 内循环 取代所谓的出口 内需要成为中国 未来经济起飞的火车头 所以说国家无所不用齐需扶持 相关的内需产业 接下来地方政府为了政机 敲锣打鼓 银行基本上就配合政府的政策 借钱的条件较为宽松 银根较软的意思 所以现在看到是恒大 但是两年前 我看到的叫瑞幸咖啡 瑞幸咖啡的故事 大家都很清楚 它的财务报表后来造假 也是一样高杠杆 高周转高负债 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响应内需的需要 说要成为中国的星巴克 更不要说之前破产的紫光 你看这三个不同领域的 卖咖啡应该是服务业 紫光应该是做晶片 恒大是房地产 虽然恒大真的是很久为大 什么都做 我昨天说过 矿泉水 汽车 足球队 基本上它什么都做投资 可是为什么都会有无数的恒大们 请问中国自己官方 要不要负担这个责任 谁让他们可以横行无阻 盲目扩张 银行为什么基本上利率这么低 甚至让他们无限制的 去进行财务的扩张 我说第一个 中国官方要负最大的责任 只是现阶段习近平 犹豫的是什么 恒大基本上恒大跌倒 中共吃饱 这跟和珅当年的状况 是一样的 和珅跌倒 嘉庆吃饱 中国现在财政的状况是吃紧的 所以我刚才说过 这事情要解决 习近平唯一考虑了什么 那么恒大的员工 刚才大家都讲过 恒大现在给他员工一个 所谓的补偿方案 为什么 14万人员工是不是 是 最廉价解决方案是什么 你买公司很多的 衍生性金融商品 我欠你很多钱 这样子好不好 我们的义务义务好了 我把恒大的这个房地产 基本上这样消毒 恒大员工也不是白痴 第一个 你说要给我房子 对不起 那个是烂尾楼 第二个是呢 那房子还没有盖好 你拿车库来抵我 我要车库干什么 第三个 那个车库说呢 大概抵人民币五万块 你还自己先灌过水的 请问这有什么诚意可言 所以老公要考虑的是什么 要考虑的是 恒大的员工 还有他所联动的社会效应 至于恒大本身 基本上已经不是经济问题 而是政治问题 好 立刻连线到美国纽约 给知名的作家 陈破空 陈老师 破空老师我想请教 很显然恒大金融风暴 所先起是全球性的 如果依照时间的脉托 这个事情发生一段时间的 中国不想去积极去处理吗 那你的观察是什么 中共当局对恒大这件事情 现在是持观望态度 见死不救 它有两个目的 如果对恒大本身 它的目的是 等着恒大自己垮台自救 如果不行的时候 中共就接管 把一个民营企业 国有化 党有化 这是习近平当局的一部分 叫国进民退 收刮钱财 至少恒大还有一些资产 可以被中共所收刮 但它还有一个深层的目的 现在据国内传出 中国国内传出 特别是体制内传出 说从阴谋论的角度来讲 这是中共阴谋的一部分 那就说去年是用大瘟疫重创了这个世界 重创了中国也重创了世界 今年可能是想刮起一场金融风暴 来重创这个世界 重创美国 尤其是重创美国和这个世界 当然有人可能觉得很奇怪 说这种省人不利己的事也干吗 这就叫悬崖战术 是习近平非常类似于金正恩的悬崖战术 因为金正恩和北朝鲜就这么玩的 就是说他可以绑架 整个2400万的北朝鲜人民 跟美国或者国际社会玩悬崖战术 特别他的父亲 金正日玩的是非常的娴熟 这个玩法就是 尽管我自己吃亏了 我自己损失了 但是我是独裁者 我绑架这个国家 这个国民 他们不敢反对我 可以跟我玩 但是我玩悬崖战术的好处就是极限的威胁对方 因为美国或者是韩国周边国家是民主国家 他们怕威胁 我就威胁得起 现在习近平绑架这个党 这个国家玩的也是悬崖战术 他觉得自己大权在握 然后所有的党媒党报都在他手中可以打心理战 所以通过这个悬崖战术 损害自己也损害对方的方式 试图在全世界挂起金融风暴 这个金融风暴一挂之后 让美国无暇自保 然后他就可以去达成他的对内独裁 或者是对外扩张的目标 所以总的来说是个悬崖战术 所以恒大风暴只是其中一环 显然会跟习近平重创其他行业 扫荡演艺界 扫荡企业界 扫荡金融界 扫荡约翠行业 所有的动作都一样 对中国是巨大的损失 意味着很多人的失业 很多经济的破坏 但这个经济的破坏 习近平当局是期望 形成一个金融风暴之后 走出国外 因为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 他认为这样的金融风暴 绝不会停留在中国国内 而走到美国 走到世界 当然他能不能如愿 有可能是反伤自我 而不能伤到别人 美国毕竟是健全经济体 都有可能 但是他愿意这么玩 就是悬崖战术 金正恩的悬崖战术 彭老师 你认为是要玉石俱焚吗 以恒大来讲 这么庞大的房地产开发公司 在中国200多个城市都有它的集团 都有它的企业 它底下相关的企业集团所涵盖的 有汽车 金融等等 非常非常广 你为了要跟美国暴富 玉石俱焚 真的不会伤到自己吗 因为现在全球通通受到影响了 难道不会一致来谴责你中国吗 当然会伤到自己 当然也会受到全世界的谴责 然后他搞的是先军政策 财富都集中在军队手上 然后去绑架跟韩国跟美国玩悬崖战术 尤其所说金正日时代 这个习近平他不在乎这个 就这个人基本上要么是强迫症 要么是控制狂 那么基本上精神状态异常出现这个状况 然后他要玩 现在中国的各行各业已经出现了问题 他每一次这个玩法 包括演艺界 少得了演艺界人士后 这些明星大腕都有很多的公司 前不久就关闭了700多家公司 跟演艺界相关的 这700多家公司一关闭之后 意味着多少人失业 多少的办公楼空置 多少的资产的损失 但是习近平当局根本不在乎 只要一方面收购了这些演艺界人士的钱财 到自己腰包 另一方面这些产业的破坏 这些人的破坏他不在乎 因为这是一个独裁国家 他输得起老百姓敢都不敢言 就包括恒大 当然这里有一个小插曲 可能台湾人不了解 恒大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 这个许家印犯了天条 许家印非常得意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王国 而且有一次有人跟他写了个条符 把它封为许帝 就是皇帝的意思 叫许帝血脉 家仇国恨 然后有个长头师 叫许家印卓越且伟大 挂在他的办公室 一个条符 一个一个大型的话 那么就说他是犯了天条 只有一个皇帝 是习帝而不是许帝 只有一个伟大 就是谢谢习近平 而不是许家印 据说许家印犯了天条 也是习近平要对他下手的原因 同样到底就像演艺界一样 有人是犯了习近平的一些 私人的东西 总之宏观上 你想搜刷资金 到底真正的目的何在 这些企业到最后变成是国有 政府所有 到底习近平在盘算什么 另外我们看到 中国最大的轿车平台 就像这个Uber系统的当中 它是叫滴滴 最近因为不顾中国的反对 它闯关在美国上市之后呢 被北京当局盯上了 不只要求他交出数据 就连这个APP也被下降 那路透社有最新的报道说 这个滴滴联合创办人兼总裁 叫做柳青 他已经提前通知青信 北京将要任命新的管理阶层 要接管滴滴了 他也要交出这个总裁的职位 意味着滴滴将由民企转为国企 来我不知道这样的情势发展 破老师你怎么看 这个在习近平的极左路线下 这是大势所需 基本上有名的民营企业 监管层 管理层都会被接管 他们会轻的话是逼退 原先的董事长和管理层 包括阿里巴巴 腾讯 或者是京东 还有现在你说的滴滴 还有更多的公司 那么说的严重一点 就是让这些人消失 让原先的这些创业的企业家 私营企业组消失 就像马云变相消失 或者是其他一系列组消失一样 严重的话 有的人甚至被投入大牢 像以前的吴小辉 肖建华 人工蒸发 为他明年二十大造势 他收割这些民企 也是为了集中财产 他根本不顾中国的国际民生 既不顾这个国家的正常经济发展 也不顾老百姓的生存 他觉得老百姓无法反对他 专制制度的好处就在于 我想怎样就怎样 均要成死成不得不死 所以他无限的集中权力 集中了斯大林那种高度 然后他就以为可欲作欲 所谓胡作非为了 为所欲为 当然他说这些蠢行 在党内 不仅在民间受到抵制 在党内也受到反对 即便在中共高层 对他这种疯狂举动不满的也有 所以前段时间还爆发了 对他的刺杀案 就是有刺杀集团 对他的刺杀案 那么究竟他能够走多远 现在可以说是不得而知 这个人整个的给人的感觉 呈现某种疯癫状态 你说刺杀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因为我们知道他现在 在对外的所有的行程 都列为最高机密 他的一个戒备 看起来是最高规格 所以刺杀案是怎么一回事呢 潘老师可以多一点陈述吗 关于在中国发生这个刺杀案 是中国的网站和媒体也有承认 那么海外有像我和很多人 有一些部分新闻人 有率先的报道 这个刺杀案 就是中共最后的网易网站也承认 他们叫做江苏警官 试图对领导人不轨 然后就说是被国家安全机构所阻止 事实上他牵涉到的 有副省长 有公安厅长 国安副厅长 还有跨省的 包括其他省的 这些直下市的副市长 公安局长等 总的说 这个刑刺集团的组成 刑刺集团或者政变集团的组成 就是以江苏方面的官面为主 他的具体执行者是江苏省的刑警总队长 刑事局局长叫罗文静 他是今年3月被捕 那么这个刺杀行动是不胜失败 那么他跨越的是江苏 上海 重庆和北京 有重庆的公安局长兼副市长邓辉林的加入 有上海的公安局长兼副市长公道案的加入 这三个人是湖北老 而中国有句话说 天上九头鸟 地上湖北老 三个人都很讲义气 跟罗文静三人组成一个核心 那么他们就是要行刺习近平 按照国内的说法叫 意图对领导人不轨 领导人指的习近平不轨 就是刺杀 谋杀 暗杀 政变这一类 那么重庆市 上海市都是直辖市 所以邓辉林和公道案的级别就相当于副省长和公安厅长的角色 他们先后是在去年6月被捕 另外一个是在8月被捕 是上海这位 另外还卷入的人就是江苏省的政法委书记 他叫王立科 他以前当过副省长 江苏省副省长 也当过江苏省的公安厅长 那么他是在去年被人揭发之后 他在去年10月投案自首 叫做自首了 那么另外谁被把这个政变案通出来呢 有一个人叫严明 严肃的严 明明的严明 这个严明他的职位是江苏省的国安厅的副厅长 后来是江苏省的最高检察院的副检察长 他是去年7月被捕 被捕就后来受到了酷刑 受到联刑拷打 他不堪这个酷刑和压力 他后来就吐露了这个政变集团 就是他7月份把这个政变集团吐露出来 就后来习近平当局还惊讶地发现 就包括了一个华融集团董事长赖小明 其实赖小明在2018年就因为权力斗争和腐败案 已经被关押 本来赖小明说是腐败案 最多也就是判个无期 实还 但是今年过了两年之后 1月份的时候突然对他开审 开审不顾他说有检举他人 有立功的表现 所以就被暗杀吗 过去真的有吗 关于习近平暗杀问题的话 这个是一个非常传统的问题 就是说我在北京当记者的时候 那个时候习近平刚上台两三年的时候 就有六次他的暗杀尾腿事件出现 那么我想后来就是说 我想就是后来因为中国把这种事情 完全是当作最高的机密 所以说很难确认 但是说我们后来就是采访到 他那六次暗杀其实都是离真正的 达到目的还很远的 比如说在一个人大的停车场开会的时候 习近平那个政协的政治委员的停车场 还很远的地方停一样汽车爆炸了 当时习近平也不在场 习近平就是说类似这种暗杀未遂事件 就是还很难真正的碰到他 就是很难 但是习近平是非常非常小心的 他一直提高了最高的警戒 但是随着他这几年 他的反腐 他的治国的方向 就是逼得大家都活不下去了 那么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的话 我想暗杀他的这种事情 这种企图的人一定有很多很多 最近的江苏出现一个事情 就属于官媒非常影射到 就是有一个有人策划习近平的暗杀事件 我想这种事情今后一定会很多很多的 会很多 谢谢石板老师 在全球联手在抗中的同时 习近平的内政在经济 又政权不稳的状况底下 你觉得未来情势可能会怎么去演变呢 非常谢谢各位 持续锁定新唐人家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